各種藍色漩渦式流動的球體 像是置身在星空當中 又彷彿走進販古的相日葵田 土耳其藝術團體 收集數百幅的販古畫作 利用大數據計算 轉化成121個例子 打造出夢幻的場景 今天它有非常強大的科技 還有這些AI的補助 但是最終來它是一個參賽區分 就是它通常用這些東西 用這麼多先進的技術 其實為的是強調傳達 一個非常充向的概念 從一開始用公開資源軟體 到現在團隊擁有自己的城市設計師 Oge雖然利用人工智慧創作 但強調AI只是藝術創作的工具 Oge還把目光望向台灣的海洋 空氣還有音樂透過AI轉換成數據 利用藝術的形式呈現這些冰冷的數字 曾經拿下砍城影展VR大獎的 藝術家黃興建 把虛擬科技以及AI 融入在不同的作品當中 認為AI與藝術結合 除了大數據上的運算 也能夠進行文字符號 還有圖像藝術之間的轉換 舉個例子來說 譬如說你今天說我想要 蝙蝠俠在麥當勞打工 但是是宮崎駿的畫風 這裡面大概就是第一個 他就會去找蝙蝠俠 這樣的一個關鍵字 然後還有麥當勞 還有宮崎駿的畫風會是什麼 然後接下來他就想辦法 把這些不同的元素 組合在這一張畫裡面 才剛獲得砍城影展 最佳動畫短片的作品烏鴉 就是利用人工智慧 把文字轉換 最後組成一連串的動畫影像 這樣冰冷的AI旁白 則是南韓藝術家吳朱蓉的 作品呈現方式 觀察到網路交友軟體 利用人工智慧運算 試圖掀起的緣分 但這樣透過AI的相遇 也能放進AI軟體 生成成電影劇本 成為一個真實與虛擬交織的 奇幻故事 其實人工智慧在藝術裡面 事實上不同的藝術家 他會有挑選他不同的 使用的策略 那有的藝術家就是把人工智慧 用到極致去協助他的創作 那有的藝術家他會直接拿 人工智慧的工具來批判 人工智慧本身 從繪畫 音樂到影片 利用電腦運算 組合出來的作品 越來越常見 也連帶讓更多人開始思考 用人工智慧塑 塑造出來的藝術背後代表的意義 我是站在一個比較是探索者的角度 如果說他都是讓我們感受到美的話 那我覺得不一定是 我們一定要說這是人 或是沒有人這件事情 那而是說我們今天 在這個電腦生成的時候 他有沒有給我們新的一些方向 一些新的啟發 AI縮短了科技 還有各種藝術之間的距離 數位跟傳統藝術間的碰撞 也成為不少台灣藝術家的表現手法 秋光糖水五仙仙 就透過科技 重新詮釋舞蹈 戲曲 還有裝置藝術 抽象的科技透過光影 經過運算 展現出不同於以往的 多媒體美感經驗 跳脫傳統上對藝術的認知 AI成為轉換的媒介 試圖擴大人類對美學的思考模式 體育業新聞 綜合報導